Welcome to IET Handigun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這個Tutorial呢,我們來介紹 Additional Context Interface Item 那這個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首先我們先往下來看一下 首先呢,你先把這個地方搜尋一下 我們就來到這個TD File 我們搜尋一下這個東西 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在目前為止呢 你可以看到它 全螢幕一下 你可以看到目前為止呢 它其實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我先把它整個Copy一下 先把它卡面起來 然後,等一下 先把它 B 然後卡面起來 然後 這裡呢 再做 我們第二個要用的 OK 那在這個地方呢 目前呢 這邊是空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 呃 等它一下 它有點慢 那我們目前呢 就是再加這兩個東西好了 我們再加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一樣 好 我們來按Ctrl S 欸 不對 錯了 我不小心把下面這個東西 刪除掉了 好 所以我要把它再拉回來 好,你看 我不小心把下面那個東西刪除掉了 把它拉回來 變這樣 再重新貼一次 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 好,這邊會等的有點久 因為你每次按Ctrl S 它就會regenerate一次 好 再按一次Ctrl S 然後regenerate一次 好,那我現在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Foid Print Int 然後另外一個是Int 好,Return Int 那這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現在呢 這兩個在這裡面出現 這個是在哪裡呢? 這個其實是在 這個Unline Gain Context的 這個Interface 那 在我的Interface裡面 我多出了這兩個 所以呢 在我下面的這個 implementation 就是我這個 Unline Gain Context 我這個 Fake Online Gain Context 還有我 普通的 Unline Gain Context 我都 會出現錯誤 因為在我的Interface裡面 我必須要有這兩個method 那 這個就是 你如果要新增新的 你如果要新增新的item 在你的DB Context裡面的話 你就必須要再加在這裡面 那你這兩個加出來之後呢 那你就要去在這個 Unline Gain Context裡面去implement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Unline Gain Context 我們這邊的有一個 Unline Gain Context 它是一個Partial Class 那我們就是要在這邊implement它 怎麼implement呢 就是在這裡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implement它 第一個是print int 就是你把i放進來 我自己print出來 第二個是return in 你把i放進來 我再把它return出去 好,那現在上面已經OK了 那下面呢 下面也其實這個 這個fake unline Gain Context 它是屬於unitxt的部分 那它也是需要用到 所以下面我也把它貼上來 好,那這樣就沒有compile error 好,這樣就沒有compile error 那 可是呢,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說 這個method其實沒什麼用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去這裡 然後把它 就是把它復原 然後把它再復原 然後復原的方式就是 再把這個東西 再把它刪除掉 好,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 好,再重新說一次 在我復原之前 我先說一次 就是說 在我的db context裡面呢 我今天想要新增 新的method 在我的db context 那我就是必須要寫在 這個additional additional context interface item 這裡 把它新增 出我的signature 新增出我的signature 它就會在 這個unline game interface 對不起 它會在這個db context的 interface裡面 新增 兩個這個東西 新增兩個 你剛才說的signature 那新增兩個 你剛才說的signature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去unline game 就是你的db context partial class 去裡面去implement 去implement你的interface 那這邊有 這邊是fake context 要implement它 這邊是real context 要去implement它 所以兩個context 都要去implement 你剛才的那個signature 那這些解決之後 那你就解決了 那我們現在 要來復原它 我們要復原它的方式呢 就是 把我們剛才所做的 刪除掉 那我要手動刪除 這樣你才會記得 你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那這邊刪除掉之後呢 那這邊這兩個 我也把它刪除掉 那這邊其實不用特別刪除 你只需要這樣 把上面這個 按開面掉 這樣就搞定了 其實就是裡面這兩個東西 刪除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我這邊搞定之後呢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不會再有compile error 你看它就 OK又恢復了 好 那在這個tutorial呢 就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在 這一個地方 新增 你要的signature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新增你要的signature 然後接下來 在你的partial class裡面 去implement它 就這樣子而已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